- 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XXY 哏你看電影 讓你看電影更有哏 我是XXY 我們現場還有Jericho 是的 看到我們兩個組就知道說 哏你爆新聞又回來了 一週又過去了 一週又過去了 對 那一樣啦 就是一樣帶給大家有關那個上禮拜的 影視相關新聞啦 那我們這一次要分享的是7月13號到7月19號 7月份的第三週的影視相關新聞 那當然呢 有很多人就是開始講啦 就是說 我們好像都是在分享舊文 那乾脆叫 跟你爆舊文這樣 為什麼都只分享舊文 因為我們的節目類型就不是所謂即時新聞類型 是啊 是啊 我們是會蒐集上個禮拜的新聞內容啦 然後我們也不可能預知這個禮拜嘛 對不對 所以就是我們會蒐集 我們在禮拜一的時候會蒐集上個禮拜 所發生的一些影視相關新聞 然後把它會整之後呢 然後分一篇一篇一篇這樣子分享給大家 那我們這邊呢 如果你是在聽聲音的話 歡迎到Youtube上面呢 去這個搜尋XXY 哏你看電影呢 就搜尋我們的頻道 然後訂閱我們 那我們在Youtube這邊呢 是以一則一則新聞的更新為主 那在Podcast這邊呢 如果你是看影片的人的話呢 歡迎到我們的這個聲音平台 各大聲音平台的地方呢 訂閱我們一樣的頻道 以及叫XXY 跟你看電影 那如果你也找不到 真的是找不到的話 請打開文字說明的地方呢 我們裡面有個連結是 連結到我們的 First Story 聲音平台這個地方呢 的那個影片的頁面連結喔 對 那當然呢 如果你自己本身有在用Spotify Apple Podcasts 或是 SoundCloud這些各大聲音平台的話 上面直接搜尋 才能來給你看電影 其實也可以搜尋到我們的頻道 那我們在上面呢 一樣呢 都是會有很多很多的 影視相關的內容更新啦 不管是新聞也好 不管是我平常就是在講電影方面的一些 來賓的閒聊啊 然後甚至呢 之後呢 也會陸陸續續的更新很多的影評啊 專題啦 等等的一些內容 所以呢 希望大家能夠多多關注我們 然後也訂閱這些頻道啦 那另外最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每個晚上的九點鐘呢 都會在YouTube這邊做首播 那歡迎大家在首播的時候呢 跟我們一起來做互動 那如果你是不是跟首播的話 其實也沒關係 你在各大的聲音平台或是影片這邊呢 都可以跟我們來留言 然後跟我們來做討論分享 然後看到這則新聞你有什麼樣的想法 都歡迎跟我們一起來做討論喔 我們今天第一則新聞是 日本男星三浦春馬去世 那在7月18號原本有工作的他 並未現身拍片現場 然後下午相關人員前往他家中 卻發現他已經沉濕家中 他被發現在衣櫃內上吊自殺 目前暫時判定為自殺 而且也在他家中找到遺書 不過相關內容並未公開 不過三浦春馬友人及公司同盟都認為 他是因為網路霸凌 想不才導致他想不開 那當然這件事情是起先於 在之前日本藝人 有一名日本藝人先被爆出外遇的消息 然後他被網民開始攻擊 然後此時三浦春馬則是PO文表示 是否有必要這麼多人去做網路攻擊 這也導致他成為網民攻擊的目標之一 所以他相關的人都認為三浦春馬是因為這件事情而想不開 是 唉我覺得最近有很多類似這樣的新聞 不只是三浦春馬 然後前陣子其實也有像是 我對日本藝人比較不熟 日韓明星真的不熟 所以之前不是有那個什麼 好像是雙城公寓的那個女生 對女生也是 他叫什麼 唉我真的不清楚 然後那個韓國女星 女團有很多也有之前傳出很多這種 對 有關因為網路霸凌的關係 所以就是親生喔 對然後我是覺得說這件事情一直都有在討論 然後每次這種新聞一出來 就一定會有人留言RIP 然後或是這個停滯網路霸凌 可是老實講這個 唉我覺得情況沒有改變啊 我覺得沒有這都是當下的人們會知道 而且說真的有些真的去care的人 就是因為他的粉絲 或是喜歡他的人會去care說 他因為這件事情死亡 可是說真的一般的人 像是那些霸凌他的人 對他們來說或許根本沒什麼差 他們沒感覺 對他們就是覺得說 那他選擇性是他的事情 就也不是 也沒有 就是他也沒有辦法證明說 喔是因為我 畢竟這件事情不是什麼他殺這種事情 這些人並不是真的去做出 對他做出實體攻擊行為 讓他導致他死亡 可是這件事情反而就是比 實體攻擊這樣的行為更加的恐怖 對因為莫不關心 其實就是讓邪惡做大啦 我只能這樣說 然後我自己是覺得 看過這麼多新聞之後 然後這近幾年來 這個資訊發達之下 社群網路又這麼的發達 Facebook啦 IG啊什麼的 這樣子的那種社群媒體喔 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在使用啦 然後在更早之前 像是比如說PET啊 或是那種論壇啊 我覺得網路時代 就是讓我們的資訊交換越來越迅速 可是我們的人的行為有跟著進步嗎 我覺得反而露出了更多那種 那種非常原始 然後不經大腦思考 然後非常直接的那種作為 對這讓我覺得就是非常的 非常的 我覺得是無奈也好 我覺得是測心也好 我覺得多多少少就會覺得說 這個世界到底怎麼了 然後我自己是覺得啦 就是 呃 呃我們都知道說不能網路罷你 我們都知道說 網路上面任何的言論都需要負起責任 可是實際上 你看到某件事情的時候 是不是多多少少就會 呃你知道發表意見 就是超級快速 有一些想法或是 你會馬上就留言了 對留言 然後應該說 想法一冒出來 看到標題 然後馬上就點開留言區開始留言 對開始留言 然後也不看內容啦 或是什麼 或許你看了內容之後呢 也開始在留言 然後留言大概也就是花不到幾秒鐘的時間 可是 對這個當事人的傷害是什麼呢 我覺得大家可能要好好去思考一下 對啊真的在留言之前就是先換位思考一下 如果今天有一個人在你的一個 有一個人在網路上這樣攻擊你 我覺得相信你也不會好受啊 是 就算你不認識這個人 你可能覺得喔這個人攻擊你隨便 沒差 或不能是他 可是當一個人兩個人到十個人 一百個人開始在你的 在網路上討論你這個人的行為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不舒服 即使他們講的不是真的 是 那你自己也會覺得有點不舒服 就開始懷疑自己說 啊自己是不是真的做不好 然後就開始導致可能 有些人會因為這件事情導致會有憂鬱症啊 或是最後可能就真的輕聲 所以我真的覺得大家在 使用網路的時候 在留言的時候 真的是要先思考一下自己講的話 是不是有攻擊性 所以如果你講這句話 別人對你這樣講一次 如果你自己都會覺得不開心不舒服 那你就不要留這樣的留言 那乾脆就 你可能不喜歡他 那你就放在心裡就好 沒有必要去批評他攻擊他 我覺得這都沒有意義的行為啊 而且老實講 我覺得很多事情其實不是表面上看到的 就是你知道媒體也是透過他們自己的眼睛去看這件事情 所以他也是有經過一層過濾了 所以不完全喔 就是他一定是公正客觀的啦 然後加上說現在的媒體 又很會標題殺人啊 現在媒體也沒有這麼公正客觀 對不一定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大家要有一點視聽性啊 就是媒體視讀性這樣子 然後你也要知道說 這個報紙的懷疑的態度 任何事情都其實是需要去 這個自己去用大腦好好去思考這樣子 對那我回到三浦村馬這個人啦 那三浦村馬他自殺的消息出來之後呢 他只有30歲嘛 對 他今年30歲這樣子 然後就是蠻令人錯愕的 我當下其實看到的時候 也非常的 呃你要說震驚嗎 我是 就我當下真的是完全腦袋一片空白 然後看到這個消息之後 蛤我有看錯名字嗎 我第一次就是想說 我有看錯名字嗎 三浦村馬欸 就是 就是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Jericho有沒有看過他的電影 我沒有看過 可是就我有聽過 可是我沒有看過 ok 因為我其實還蠻後期才知道 三浦村馬是誰 然後主要原因是因為他會演永遠的林這樣 對然後 我很喜歡永遠的林 然後當然就是因為 永遠的林裡面的主角 一方面也是鋼鐵準一嘛 然後三浦村馬在裡面是演一個 呃要探尋三浦 那個鋼鐵準一那個 算是他的祖父吧 就是他的這個歷史過往這樣 所以就 就是 原本是一個漫無目的的一個 很現代日本的一個年輕人 然後到最後就是因為探尋這件事情 然後慢慢慢慢變成成長這樣 我是覺得他的 呃這個 算是新生代演員裡面 讓我蠻有印象的一個 一個演員這樣子 然後 非常年輕 你看現在才30歲 然後 過去的作品啊 比較多 呃 這個 我真的超級不熟 但是 我聽很多 呃喜歡看日劇的朋友 幾乎都是比如說他的 呃 呃他之後還有很多 移作 應該說 已經拍完了 然後正在製作當中 然後等著要 呃發布的這些 這些作品喔 其實大家可以去 緬懷一下啦 只是說 我覺得真的很可惜啊 大家真的要重視那個 網路霸凌這件事情 到底是怎麼回事 對 網路霸凌這件事情 現在 我真的覺得無解 就 就我現在覺得 這不是一個三兩下 可以解決的事情 這不是 這沒辦法 他需要時間 然後我覺得 呃 我們這樣講講講講 就是好像 不會改變太多的東西 我們也知道 但是我覺得 呃 你知道人就是一個 很矛盾的動物 他總是要遇到一個很大 跟他切身有關的事情的時候 他才會去改變 自己 對 所以真的這件事情真的跟他 沒有關係 人真的不太會去care 或是真的甚至也不太會去改變 對阿 你看這些明星 你看他們 親身 然後 就像剛剛Jericho講了 就是說 如果你不是這個人的粉絲 你跟這個人不太認識 然後你也不知道 說他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跟自己有什麼相關 對不對 然後你當然會不care 可是當這件事情 當有某個人 然後跟他的這個 就是你的生活 跟他息息相關 然後結果這個 突然因為霸凌的關係 然後就走了 然後或是發生什麼事情 影響到什麼東西的話 我覺得這個 這個 就是一個 我覺得那個時候 大家才會知道 對可是就是 這種事情要 發生在所有人上 就是還要很 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認為是幾乎是不可能的 對啊 這樣每個人都體會到 網路霸凌 我覺得這點是很難的 對 可是我覺得 我知道了 那是不是我們應該 以後要發明一個東西 是我們在申請網路的時候 然後 你按某一個案件之後呢 就會跳出來一大堆 罵你的那個視窗 然後讓你體會一下 然後讓你體會一下 什麼叫做網路霸凌 這樣 然後你才能夠 通過這個考驗 然後去申請你的那個 網路帳號 你就如何 我覺得這可能 這很 可是我覺得這種就是要 因為大家都已經知道 今天有人要來罵我了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 喔 反正這是假的 我就 不要看 就放在那邊 可是我覺得這種東西就是 可是如果你真的用 所謂的 你先讓他註冊 然後你再用 可能官方程式 用匿名的去罵他 可是最後會導致 他可能真的就想不開 沒有啦 我的 真的有人就會想不開 沒有 我的意思是這樣 我想要講的是說啦 就是說網路霸凌這件事情 其實是 無意間造成的 他並不是一個 喔我今天要網路霸凌 所以我開始在那邊酸你這樣子 對 通常那種就是 就是 擺明就是來酸你的 你反而覺得 我反而覺得說那也沒差 反正你就是來亂的 我根本沒有想要理你 可是如果今天是 所有一些你根本 平常沒有在看你的內容的人 沒有在看你的作品的人 在 不是在 也不是甚至不是在你的 那個粉絲專頁上面 是在 可能某篇新聞的留言阿 或是他hashtag你的一些東西 然後或是在你的影片留言下面留言 只是那些東西 一開始都不是 直接針對你 可是就是因為 它是在其他平台上面 你還是會看到 嗯 那你看到的時候你會覺得 就是這些人或許 根本沒看過你的作品 可是就開始批評你 然後你會開始覺得 啊這些人好像看起來 不像酸民 就是可能每一個留言都開始批評他 可是他不像酸民是那樣 擺明就是來酸你的 你就開始反省自己說 這麼多人都批評我 是不是我真的哪裡做不好 這會懷疑人生阿 對 就是被批評到 你已經開始懷疑 好像 我把我的作品現在丟給這麼多人看 可是這麼多人不喜歡 是 那我是不是該監討自己 可是有些事情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每個人的那種心理狀態 跟心理素質都不一樣 有些人可能 對於這種網路霸霸的事情 他們 可以很輕鬆的度過 應該這樣講 我覺得 我覺得很多人會說 就是說 喔 心理素質這麼差 那你就不要弄阿 可是我覺得 對不對 就會有人有這種言論出來 我只能講就是說 這個 我覺得這點真的很奇怪 我覺得非常不負責任的那種言論 他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你任何人都有可能會遇到 霸凌事件 不只是網路 不只是網路霸凌 又真的 校園內也有霸凌 職場上也有霸凌 那請問一下 你心理素質不夠 你幹嘛活著 這一樣的道理阿 你不會因為人家心理不夠 就要不要做這種 那你今天心理不夠 他就不用上班嗎 他就不用賺錢養家嗎 就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的難處 那你幹嘛去這樣逼人家 對 所以我 我自己是覺得阿 就是現在的人可能生活的壓力太大了 大家喜歡在網路上發洩 然後 可能看到一個人就開始隨便亂罵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他覺得 這件事情 在這個地方其實是不用負責任的 所以 他們會 這個 好像是提供了一個你可以 隨意發表意見的一個平台 然後就把很多負面的東西給倒出來 這樣 我覺得 我覺得如果今天在網路上發泄情緒 我覺得這點很OK 畢竟如果是在你的刻板上面 發泄你自己的情緒 我覺得這點沒有問題 可是你今天把你的 今天把你的情緒發現在一個 你根本不認識的人身上 然後你就一直罵他 就是讓你覺得自己比較快樂 這根本沒有意義阿 而且這種真的是有病 我真的覺得有病 這個有病 那你今天心情不好 我覺得你形容詞形容很到位 你今天心情 我覺得他媽有病 你今天心情不好 你今天心情不好的作為 是你去罵另外一個人讓你心情好 這真的不對 那請問你不是把你自己的痛苦 就是你自己在承受的東西 讓別人也承受一遍 真的 我覺得你自己都不想要別人 你自己都不想承受 你為什麼要逼別人承受這些東西 我真的覺得現在網路上 真的要在留言 不管你在發表任何言論之前 最好都思考一下 自己的 自己要講的內容是否正確 是的 不要去意外的攻擊到 就算是意外 我覺得你也盡量把這個意外降到最低 所以這個是三浦村馬的消息 我自己是覺得很可惜 對 現在能夠做什麼呢 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他們的處理方式其實也不錯 就是 遺書他現在也沒有公開 對阿 其實也未必要 一定要公開 對 因為就是造成了這樣子的遺憾 那 那個 現在有很多藝人 然後就是 反正 日本的藝能界 他們那邊也有很多人就是 發表了很多 追悼的這些內容 然後我自己是 看了也蠻感慨的這樣 只是說 我是覺得啦 就是如果你真的很喜歡三浦村馬的話 或是 因為這個新聞 然後知道了三浦村馬的話 我覺得不妨可以把它過去的一些 作品比如說電影阿 電視劇阿 或是 甚至是舞台劇喔 之類的這樣子 這些作品可以拿出來 重溫一下 就是讓我們來記住這個人 這樣子 那以上呢這個就是川普村馬的消息 然後不知道大家怎麼想呢 那 或是你針對網路霸凌有什麼樣的想法 都歡迎在留言區的地方 跟我們來做討論 然後或是在 首播的時候刷一播 我們都會一起來跟你們做互動囉 好 那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也不用按讚分享 不想要錯過我們任何的 影視相關新聞 也不用按讚追蹤我們臉書粉絲 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IG以及各大聲音平台囉 那我們下一則新聞 下一部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